晚安 您好 欢迎收看最前线新闻 我是黄新化 首先带观众朋友来关注到的是 中秋连假第三天 国道现在出现了北返车潮 很多地方的路况红通通 甚至出现了紫暴 像台88线凤山五甲系统 以及国道5号的雪碎南端路口 通通都大塞车了 想请交给记者罗一新 好的 主播 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三天 也是北返的塞车潮 在今天也涌现了 今天国道多处路段都出现红通通的路况 甚至还有紫暴 从下午大概三四点之后开始 就出现了这样子的塞车潮 其中像是国道5号 北上雪碎就已经开始塞车了 宜然偷城北上时速一度 也不到20公里 甚至隧道前排队更长达了8公里左右 另外也有郊西转运站 要走国武北上 还至少得花两个小时 才能够抵达南港系统 而高工局其实在廉价前就有预估到 第三天就会是北返涌现车潮的时候 交通量是平日年平均的1.4倍 而最容易拥塞的路段 就出现在国道1号北上 圆山大华系统 还有新竹系统竹北 南屯厚里西罗浦岩系统 还有国三北上的 关西大西大山香山雾峰系统 还有竹山中兴国武北上宜然平临 甚至是国道6号西向旧镇雾峰系统 都会是红色警戒 而高工局也呼吁上路前也可以来查询一下路况 如果要北返可以多多使用台二或台九等替代道路 避免塞在车阵太久了 以上的主播 苗栗这名驾驶笔直的马路 直接开进地下道 但是却撞上了分隔岛的石墩 有七根肋骨断裂 而超鞋换算它的酒侧值高达1.25 又是酒驾热的货 车辆直行经过地下道 这辆车偏偏开歪了 正面撞几十吨 引擎盖撞凹 车辆反弹 四周路过的车辆分分避开 对象一辆机车骑过来 看来是一名外送员 这时候驾驶座车门被推开 骑士停好机车绕过来查看 还转头跟对象的同事挥挥手 似乎寻求支援 驾驶从车内被救出 警圈固定台上单架送1 医师检查之后发现断了七根肋骨 车上还有一名女乘客 额头也撞到了 但是怎么问都跳针的回答 没有没有 女子看来没有大爱 却不肯透露身份 带上警车又问一次 要不要看医生 再问你一次要不要去医院 不要不要 那我可以抽个十六 意外发生在20号上午8点多 苗栗市国华地下道 车子撞上地下道水泥桥墩 明明是笔直的大马路 车子怎么开的 驾驶抽血换算酒车值高达1.25 警方调查 54岁的附近男子疑似开白牌车 酒驾自撞 乘客是44岁的越南籍女子 原来女乘客担心预期拘留被发现 才躲躲闪闪 结果因为疫情自动展延期限 并没有过期 驾驶酒驾自撞 闯的祸 受的伤 可得自己承担 TBS新闻谢古金吴淑平 苗栗报道 广州疫情 防疫没有假期 今天本土病例新增了两例 其中一位是因为母亲确诊 被列为居家隔离对象的一岁男童 在隔离起满 裁剪时才确诊 而另外一位是20多岁的女性 这两例都在台北市 一位是20多岁的女性 那一位是一岁的小朋友 中秋连假 大记者会没停歇 北市又多了两例 这一位一岁男童 其实父亲六月就确诊 当时她的妈妈 因为怀孕拒绝做PCR 直到入院手术裁剪 9月7号也是阳性确诊 因此她的儿子就必须隔离 直到隔离起满 出关前要裁剪 验出了阳性 不过CT值高 研判属于感染后期 现在妈妈的隔离时间 又将延长 我们今天这两个案子 也都大概属于 就是已经在控制范围之内 认为这两例 病毒量低可控 反观是淘情女员工 感染源一直是各界关心的 主要锁定中东或西亚 回溯40亿个航班 发现有两位的境外移入确诊 经过比对 其中的案16176 土耳其的境外移入 跟淘情女员工 序列高度相似 而且当时她也有到 案16176搭乘的班机清销 研判两人是同源病毒 飞机上去消毒的时候 当然全机的乘客 包括机组员 都已经离开飞机了 那所以我们目前 就是说可能是有环境上的 这个间接的接触 人不敢断言 感染来源 毕竟当时班机上 有11位乘客 属于过境不入境 不会在机场筛检 也不排除11人中 可能有同源病毒 面对这起事件 只能更加谨慎 检视清销环节 不止如此首要的 还有这一波中秋廉价 看看先前国外经验 廉价过后疫情大爆发 不免让人担忧 上演同样情况 只能呼吁再呼吁 基本防疫不可少 推本新闻综合报道 好北日今天新生的 其中一名个案 是英国的女留学生 足迹遍及了五大县市 而虽然她过去六月份 接种过BNT疫苗 也说她去年就染疫 但现在还是确诊 而她去过的在台北市 两间百货一间隐城 都紧急正体营业 消毒一天 虽说是例行消毒 但气氛似乎格外令人紧张 因为美丽华百货楼上隐城 有确诊足迹 停业一天不止这 中秋廉价 很多人会选择到百货公司 聚餐走走 不过现在大业高岛屋 已经贴出了告示 在今天他们是全管暂停营业 来做清洁消毒 那当然是因为北市 有确诊者来过 不过她的足迹 现在还不止这 包含了隔壁的天母搜狗 也是同一个 确诊者的足迹 所以他们在今天 同样是暂停营业 进行大清销 这是20号北市新增 两例中的其中一个个案 案16254 20多岁女性 主士林CT值34 她在英国留学 6月份曾经在国外 接种过一剂BNT疫苗 也曾染疫 但人确诊 在北市的足迹 包含9月18 到大业高岛屋 美丽华影城 9月19搜狗 天母店 一共发送493则细胞减讯 他的足迹 真的不少 新北昭化台南高雄 北市家人匡列18人 外线是3人 但他到底何时染疫 怎么染疫 由于他自述去年9月 在国外确诊过 今年3月回台二采英 4月份又返回英国 当时裁剪也是阴性 5到7月 有英国法国旅游室 7月7号回台 隔离期间 二次筛检也是阴性 是直到近期 要再回英国去筛检 才阴转阳 换句话说 是不是病毒残留 还是二度确诊 目前还在调查 他是不是Delta 还不晓得 目前中央是跟我们说 这个例子 暂时还是判为本土 那可能还是要去看 他的 抗体的值 看似平稳的疫情 仍旧不可掉以轻心 防疫要超前部署 但是单进疫苗 也可以超前预约嘛 周一才开放BNT 预约施打 但是前一晚 有310人预约成功 又被通知 得取消再约 引发了民怨 20号上午10点一到 民众抢着预约BNT 但竟然有人前一晚就成功 却是空欢洗衣场 徐先生本来只是想先熟悉 系统操作 没想到发现开放了 当下预约成功 但隔了两小时 预约平台人员来电 说系统测试出错 因此要取消他的资格 必须等20号正式开放 再重新预约 指挥中心承认 是系统维护搞乌龙 共有310人提早预约BNT 经客服联系 截至20号上午10点半 已经有228人重新成功预约 另外也有人发现 指挥中心公布的BNT施打时辰 可能是9月25到10月2号 但系统上却显示 只到929少了三天 让民众一头雾水 有些县市 他会自己调控 这两个疫苗 可以接种的时间 所以的确是 会有些县市 可能在BNT疫苗 跟这个高端的疫苗 他接种的时间 跟我们规范的时间 可能会有出入 但是都在那个范围之内 指挥中心说 因为同时打BNT和高端第二剂 各县市可以自定时间 只要在范围里都OK 另外也有家长发问 说儿子无法预约 18到22岁登记 但好奇他12月才满23岁 原来系统是以出生年份认定 1999年后出生是22岁 1998年出生就是23岁 BNT医院登记 已经累计超过318万人 可见民众反应踊跃 也让预约的各种小插曲 成为各界关注话题 TVB新闻许光红 这也太不到 两岸的经贸情势再度紧张 屏东的莲屋都要装箱 出口了 大陆却说突然暂停喊咖 农民们就很担心 再等下去 好好的水果都变成裂果 在脸书上低价卖出 先来评内销 又红又大的紫密莲屋 切开可口多汁 特地从台南来的民众 吃得很满意 当场买四大箱 用新台币挺莲屋农 书人布书正 这位小姐也来自台南 开了快两小时的车 特地来六龟买莲屋 十箱以上 送你啊 自己吃啊 你们从哪里来 嘉义来的 特地来买联屋啊 对 听到消息第一时间 快哭了啊怎么办 大陆十九号宣布 即日起暂停输入 台湾的世家跟联屋 六龟农民晴天霹雳 因为原本这周五 有一货贵的紫密联屋 要出口大陆全变滞销品 外销已经不要了嘛 那我们只好内销自救 所以我们现在都一直在 往财配方面走 因为有订单 所以提早催花 九月中采收 却被大陆的政策打乱 就怕多放几天 裂果越多 农民PO点书 卖联屋 A级的紫密 一箱十斤 外销价1200 现在宅配道府 840元 自救被砍单的联屋 这些都是 变成这边都瑕疵品了 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销售 连那个宅配也不能做 我们只能够靠店面 高雄联屋占全国 种植面积12% 主要分布在六龟 年产量约5700吨 内销占比九成 外销以大陆为主 少数销往新加坡跟加拿大 而大陆市场没了 有没有可能像凤梨一样 日本买起来 但联屋没允许输入日本 要转输东南亚 问题是联屋原产 在马来半岛 也不耐运 农民自利救济 方法有限 TVBS新闻 李战胜黄小琪 高雄报导 大陆片面禁止 台湾的联屋世家进口 那么农委会也忧心 下一个品项 就是柑橘类 地方的农民也在想 万一全真 柑橘转内销 恐怕价格会大跌 果树上结满柑橘 就等年底转局时 农民就能采收贩卖 不过农委会指出 如果要出口到中国 可能会受到影响 先请有联屋世家被禁 农委会主委 陈吉仲在预测 柑橘类将是下一个 被针对的农作物 农委会表示 会积极开拓东南亚 等其他国家市场 也会针对后续研拟一些措施 不过农委会这样说 许多即将收成的果农 还是担心今年销售受影响 南投柳丁农说 因为大部分都依赖出口大陆赚钱 就怕有变数 今年血本无归 毕竟内销台湾业绩有限 只希望不要发生 台中的柑橘农表示 销往国内市场是大宗 但是如果大陆外销背禁 国内量变多 会降低市场销售行情 价格会不好 而根据台中农业局计算 台中柑橘年产量有97% 销往国内有3%销往国外 其中出口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日本的是965吨 销往中国的是500吨 主要是茂骨干 根本都不到总产量的1% 农业局说影响不大 虽然目前通路还没问题 不过就有柑橘类的果农 担心受影响 往后大陆要是限制进口 中央还需要有更多陪逃措施 帮助农民渡过难关 TPBS新闻成家贵张军 廖凡一台中南投采访报道 好 反击大陆的作为 总统表示 会寻各种的管道 帮农民讨公道 而帮韩乐要告上WTO 不过提出诉讼 再等到判决 就要一年半 农民就很忧心 缓不济及 出席史明文物展开幕 总统之词也借机提到 大陆无预警片面禁止进口 我们的世家和领物 我们政府已经提出抗议 中国不遵守国际贸易规范片面的破坏 我们这个贸易 双方的贸易的次序 那我也已经指示农委会 要拿出对策 保护人民的利益 喊出一定要关心农民 总统前一晚也发脸书 人民北京禁止澳洲红酒和龙虾 以及立陶宛农产品进口 都让国际社会怀疑大陆 是否诱心遵守国际贸易规范 更指出会遵循各种管道 帮农民讨回公道 如果真状告WTO将成台湾农产品首例 只是循诉讼方案 要等判决最快也要18个月之后 若胜诉被告国就要消除违法行为 否则原告有权要求仲裁庭 允许报复被告国 不过怎么看来都无法立竿见影 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方式 不要再出现下一个受害者 这未来情况不一定只限于中国 它可能也包含越南 任何我们要想要出口 我们水国或者是农产品国家了 我们都要展现我们的立场 说我们绝对会提告 告是一定要告 借此宣示我立场 知识农民日子怎么办 还需更多配套措施 第一遍新闻刘宜迅刘廷提议 谈报道 台南永康出现了连环意外 吊车司机开着45公吨重的 动力机械车 因为故障撞上了分隔道 让耗制灯还有灯杆断裂 砸到对象两名驾驶 好险所有人没有生病危险 车水马龙的马路上 驾驶在路口准备左转 突然间对象车道 一辆动力机械车 直直朝着分隔道撞上去 把红绿灯连根拔起 电箱也跟着滚出来 后方车辆闪不过 板筋也被砸凹了 当时听到一声很大的巨响 对然后电的玻璃都会 都有那种震动的感觉 我们跟客人都吓一跳这样 不过那本乘客他们下来的时候 感觉他们也好像吓到了 民众通通通出来围观 看到动力机械车倾斜 把分隔道削了一层坯 随时头吊满地 车头严重回损 工程车抵达 维修人员踩在后车斗上 边把断掉的灯杆抬起来 还得闪避车流相当危险 车火地点在台南永康中正南路 19号晚上7点多 43岁正姓男子 开着动力机械车 疑似车辆故障 自撞分隔道 把号制灯跟灯杆状段 拖击对向两辆车 28岁许姓女驾驶车选 37岁下姓男驾驶 左手插伤 而且附近就是交流道 只剩外侧车道能通行 车流严重回堵 正姓男子头部inset 有救护车 重医治疗 意识轻持 三方驾驶人 九侧值 金威廉 肇事的动力机械车 约45公顿重 硬生生撞上分隔岛 把号制灯跟灯杆给撞断了 号制灯近10万 灯杆3万多 还有撞坏的水泥分隔岛修护 光赔偿这些久迟不消 直正姓驾驶 头云送寓一还没出院坐笔路 警方还要厘清真正车祸原因 TVBS新闻顾主张宋家军 台南报道 中秋廉假 国道一号虎尾路段出现了 如同电影《最后大丈夫》的夸张情节 这男子喝酒聚会还开车上国道 又觉得太困了 把车停在路阶 躺在后轮呼呼大睡 实在不要名 一辆车停在国道 路阶更夸张的是 仔细看车后轮旁边横躺着一名男子 用左手当枕头垫在头下面 开始呼呼大睡 但老兄这里是国道 不是你家耶 你应该在车里 不应该在车底吧 几分钟后国道警察开红斑 马上去关切 赶快叫醒这名男子 要他别睡了 结果发现他全身酒气 骑身后还站不稳 真个人靠着护栏 更别说刚刚把马路当床 催起酒侧 发现他酒侧值0.78毫克 酒醉路倒常见 但酒后开车开到睡国道 真的是猛到不要命 事发在中秋连假第三天 凌晨3点多 地点就在国道1号北上 靠近虎尾路段 警方查出这名离谱驾驶 是33岁的蔡姓男子 19号从台中跑到云林 找朋友聚会喝酒 喝到隔天凌晨 还开车回台中 到底有多爱拎 也把命堵下去 开单也只用了几分钟而已 触犯公共危险罪 行为坦诚不为 本大队依罚 移送云林地检 侦办 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不只喝醉上路要罚 将车乱停在国道路间 下车税大头叫 还要再罚3到6千元 拆新驾驶也被扣车 并掉扣驾照 鼓励大家久后不开车 才能一觉到天亮 不是一觉到天堂 好久不见的名厨阿基师 中秋连假在服务的饭店 碰到了家长求助 他们的女儿撞伤了下巴血流如注 阿基师看了好心疼 立刻帮忙 救护车用最快的速度往前开 火速抵达饭店门口 原来救护人员获报 有一名女童受了伤 在饭店大厅等待救援 下巴的伤口又深又长 还不断流着鲜血 原来这名赖姓女童中秋 都廉价第一天 和家人到淡水渔人码头游玩 玩手抛飞机时 不小心摔倒 沙巴着地 当场血流如注 第一时间上前协助的是在饭店 担任行政总主厨的阿基师 回想当时状况 忍不住哽咽 阿基师正好看见受伤女童 赶紧搬椅子 让女童坐下休息 一名领友救护原证照的游信主管 也立刻帮忙止血 直到救护车到场后 再由救护人员接受 我们事后我们也会把 有这么样的一个状况 在公司内部开会的时候 跟高层回报 什么样的一个转角的地方 可能应该要改善 公司都有相关SOP 然后培训我们 像是一人提案的证照 就是我们都有去考证 这样的证照这样子 女童伤口太深 一共缝了20针 不过事发当下 饭店人员全力协助 也让家长直呼 真的很暖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拍五位 看到她'll Primary